我不是富二代,也不是十家子,但是我却是个乖儿子,为了让爸妈少为了我操心,我跟最爱的女朋友分手了。 一个月后,我娶了我妈喜欢的女人,我和她虽然没什么感情,但是还是同床共枕,只不过她睡她的,我睡我的,我不碰她,也不想碰她。 结婚的那天晚上,我就和她说过,我是不会和她生孩子,我不知道,我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,我只知道,我不爱她,对她提不起一点兴趣。 每每转过身,看着身旁背对着我睡的女人,莫名地感到心痛,莫名地会想起她,我最爱的她。 曾经的我们,也睡在一张床上,我习惯不穿衣服睡觉,也不让她穿,我喜欢抱着她睡,她喜欢钻到我的怀里,用她冰凉的手脚给我一个大大的胸抱。 然后一口咬到我胸前,咬得我疼得咧嘴,她却抬起头,可怜兮兮地看着我,她那个表情,对我是最致命的,没办法剖歇。 抱着她,是我最幸福的时候,也是最憋屈的时候,她特别地淘气,除非我憋得不行了,她才肯给我,或者,我硬憋回去了,她就开始用手在我的胸前画圈圈。 她,对我的诱惑力太大,可是,那有什么用呢? 我们在一起七年,从17岁到24岁,是我最美好的时光,去年,我大四那年,我们偷偷领了证,可是因为我想给她一个家, 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试习,连一张婚纱照都没有和她拍,她从来都没有介意过,但是,现在呢? 我却没有办法弥补她一张照片,我们的结婚证被发现的时候,也就是一个月之前,我妈收拾我的屋子的时候,发现了被我藏在衣柜下面的结婚证,她直接甩到了我的脸上,在我面前大骂她。 我没有反驳,我知道,妈妈她,很不喜欢她,因为,她没有学历,没有好的家庭,没有正经工作,没有钱,很多很多的原因,不管她到底有多么的好,多么的无可取代,她就是怎么都不能接受她。 七年了,我没有一天不再努力让她接受她,我后悔,为什么,当初要答应我妈妈,和她离婚,和她断得那么干净,我,好想她,离开了她,我就和丢了魂一样,整整一个月没见她,整整过了一个月。 行事走弱的生活,上班,下班,泡,突然有一天,有一个同事和我说,有家酒吧挺好的,气氛不错,反正我到哪都是喝酒,也就没反驳她,和她一起去了,没想到,我居然,见到了她。 浓妆艳抹的她,穿着她一直最讨厌的,性感暴露的衣服,嘴里叼着烟,靠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肩上,一杯一杯地喝着酒,尽管她有些反感,那个男人对她动手动脚,却一直默不作声。 她讨厌烟,讨厌男人,讨厌酒,更讨厌别人对她动手动脚,可是,如今,她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?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明明我们之间,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可是,我还是忍不住,甩开了同事拦着我的手,大步走到她的面前,虽然很生气,但是,看到她胳膊上一排烟疤的时候,我更多的,还是心疼。 那么怕疼的她,现在,怎么一点都不怕痛啊? 我咬着牙,轻轻地叫了她一声,如烟刺耳的音乐声淹没了我的那一丝温柔,可是,她还是听见了,有些不敢相信地回过了头。 她看见我的第一眼,愣了一下,紧接着,就想逃。 她就是这样,每当做错了事的时候,怕我生气,都会逃。 她以为,她逃走了,我就会着急,一着急就不会怪她了,可是,这次,不一样了。 既然再次相遇,我怎么可能会放她走? 我皱着眉头,一伸手,抓住了她的手腕,这,大概是七年的本能反应吧。 你这次,还想逃去哪? 如烟回过头,咬咬牙,想要甩开我的手,可是她没有甩掉,她眼睛里的泪,在刺眼的灯光下,让我觉得那么的揪心。 我,是不是又做错了? 从开始,到结束,一直都是我的藕断丝连,伤害着她,可是,这样的她,让我怎么放下心,丢下她一个人。 如烟,我错了,我后悔了,我说完这句话,明显地感觉到如烟的手在颤抖。 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掉,这个时候,刚刚抱着如烟的那个男人,好像发现了苗头不对。 立马站起身,一个抽身,把如烟的手从我的手心里拽了出去,我的同事都坐在不远处,他们看见我在这边闹事,突然意识到,苗头不对。 纷纷拎起酒瓶子站在我的身边,他们本想问我原因,可是当他们看见如烟和她红肿的脸的时候,似乎都知道了,我和如烟在一起那么久, 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认识她,也都知道我们之间的事,既然,缘分如此。 都是兄弟,兄弟的女人,定当也会尽力去保护她。 那个被我一酒瓶子打倒在地上的男人,每两分钟便捂着脑袋从地上爬了起来,抓起地上的百威瓶就要往我头上砸。 我愣了一下,一时间忘了躲,只听见如烟大喊了一声不要,然后冲到我的面前推了我一下,头被酒瓶重重地打到,应声倒地。 这一次,我,真的生气了,我他妈呵护了七年没舍得打没舍得骂的女人,今天居然当着我的面,被人打成这个样子。 第二章乱性,是我兄弟的,今天把他给我往死里打,打死了我负责。 说完,我就抱起如烟往外走,临走时,我在老王的耳边和他说了几句话。 王哥,今天算我欠你的人情,谢谢你让我找到了他我看着老王的表情,我知道他要说什么,却被我堵了回去。 我,会好好照顾如烟的,不会再让他受委屈了,谢谢你王哥,让我把我的命,找回来了老王什么都没说,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我送了出去。 我担心如烟的头,到医院做了个全面的检查,医生只告诉了我,他只是昏过去了,过一会就会好了,然后简单地给他包扎了一下流血的地方。 我就带他去了宾馆,我把如烟放在床上,想要给他脱衣服,但是,守到了他衣服扣子的时候,我停顿了一下,居然,有些害羞了。 我看着如烟安静地躺在床上,他那红扑扑的小脸蛋,一时间,让我觉得,久违的幸福又回来了,整整一个多月了,我没有看见过他,没有抱过他,没有倾倒过他,更没有和他睡在一张床上过了。 我抱着如烟,把他的头放在我的胸口,紧紧地抱着他,摸着他的头发,我低下头,好巧,他在这个时候醒了,张开眼睛,看着我的样子笑了一下。 然后,一下子吻了上来,如烟抱着我的腰,小心地和我说,老公,最后,再好好的,吻我一次把他的这句话,就像无数把尖刀,挖得我的胸口好痛,我不知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到底有多痛苦,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,只能抱着他,清掉他的眼泪,恨不得就这样,把他揉进我的身体里,再也不分开了。 如烟,可不可以,别离开我,我会尽我的全力,给你一个家,如烟看着我,很久都没说话,他摇了摇头,问我,难道,你要违背你妈妈的意思? 再去和他离一次婚,把我娶回去嘛。 别傻了,我这辈子,是进不去你家大门的了,我听着如烟的话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我曾经和如烟保证过,那么多次,我会带他回家,我会把我妈妈那边安稳好。 可是,现在呢?如烟在我的身下,纵述我再怎么想一口吃掉他,可是,这一次,我却不能。 看着身下娇小的人,我竟然,舍不得了。 我紧紧地抱住他,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,如烟,如烟,如烟生怕他再一次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 我常和如烟说一句话,有些人路过你的世界,注定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,然后转身离开,不管你的死活。 而我,却是那个陪你完成课后作业的人。 但是,这一次,恐怕,我又让他失望了。 我翻身,在如烟的身旁躺下,依旧死死地抱着他,想就这样,安安稳稳地睡一晚,可是那个小淘气,怎么可能会让我消停? 我们缠绵了很久很久,久到不知何时,他已经离开了。 当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,摸着那空荡荡的半边床,莫名地,心脏空了一下。 为什么,到最后,你还是要抛下我离去,连一个让我好好再爱你一次的机会,都不给我。 我坐在床上,愣了好久,被手机上的一条提醒,拉回了思绪。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订过闹钟,订过备忘录,这些,原来的时候,全都是如烟给我订好的。 我拿起手机,看到备忘录上面的几句话,终于,让我压抑了一个月的心情,崩溃了。 一个大男人,在宾馆的床上哭得泣不成声,是不是很可笑? 放在旁边的手机备忘录上,倒映着我的影子。 上面写着,我亲爱的李先生,请允许我最后叫你一次老公,我知道你放弃我。 很难,忘记我,很难,可是,你可不可以不要哭,可不可以不要皱眉,就算我不在你身边了,你应该也可以照顾好自己吧。 忘记我吧,就当我只是一个过客,我希望,我们之间的回忆是美好的,没有痛苦,没有眼泪,没有心痛,只有爱。 老公,不管我在哪里,就算和你同床共枕的是另一个女人,我也依旧爱你,只多,不减。 我忽然想起来了什么,穿上衣服,疯了一样的到处找她。 酒吧,我们租住的房子,她的家,她的朋友,她可能去的所有的地方,可是,我却什么都没有找到。 如言走了,她只留下了这一句话,她把酒吧的工作辞了,还赔了老板一万块钱,她把我们租的房子退了。 她的奶奶说她没回来过,就把我赶出了她的家,她的朋友。 我差点忘了,这些年,她,居然,没有朋友。 第三章,何必。 我实在有些走投无路,叫了老王出来喝酒,老王问我,为什么,不去如言爸妈那里找她? 我笑了笑,除了我,所有人都不知道,如言,从小就被爸妈抛弃了,和奶奶相依为命。 可是,自从和我在一起,如言就再也没有回过她奶奶的家。 如言的奶奶曾经,很是反对我们在一起,她总说如言配不上我,她总说如言下贱。 就算如言上班往家里寄钱,她也总说如言的钱赃。 好像,如言和我在一起之后,真的,就只有我了。 而我,连一个家,都给不了她。 我一瓶接一瓶的酒往嘴里灌,老王拉都拉不住,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我看见,她拿出手机,给她老婆发了条短信,告诉她,再和我喝酒,可能会晚点回去。 曾经,我何尝不是这样,喝了两瓶酒,赶紧给如言打电话。 告诉她我在哪,和谁在一起,保证不会喝多,会早点回去陪她,生怕她担心。 现在呢,喝喝,我恨不得天天在加班,天天在喝酒,喝得烂醉如泥。 回家倒头就睡,那个女人,多一眼,我都不想看,我怕,多看一眼,我会打她。 我怕我会打死这个让如言憔悴了那么多的女人。 来,王哥,喝。 当我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,已经在自己的家里了。 身上的衣服被脱得干干净净,只剩内裤。 手机上面显示两个小时之后才能解锁。 衣服被凌乱地丢在地上,被剪刀剪得破破烂烂的,我不知道,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我重新找出一件衣服想要换上,站在换衣镜的面前, 我看见了小淘气在我身上留下的小草莓,迟迟地笑了。 刚好,这个时候,我名义上的老婆打开门,看见了,瞪了我一眼, 说有些女人还真是不要脸,不知道为什么。 听她这句话,我突然有一种想打她的冲动。 但是,我忍住了,我从容地穿上衣服, 然后捡起地上那些不知道发生过什么的衣服。 问她,你昨天晚上干了什么? 那个女人冷笑了一声,她说她只是做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。 她还问我,有什么问题吗? 真是个不要脸的女人,想趁我喝多喝我发生关系, 居然还有那么多的说辞。 我咬咬牙,长长地呼了一口气,压过了想要打她的冲动, 穿上鞋就走了。 原来,昨晚王阁把我扶回家以后, 那个女人,想听我妈的,生米煮成熟饭, 套着我,如果能怀上个孩子,就皆大欢喜了。 可是她脱掉我衣服的时候, 万万没想到会看到如烟耍赖的时候, 留在我身上的一个一个的小草莓, 然后,她生气地捡坏了我那一身衣服。 在另一个屋子睡了一晚, 我真的搞不懂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, 我妈会这么喜欢她, 甚至,还会叫她用孩子来套住我。 如果,她觉得和我上了床,就能套住我, 那真的就错了,她只会让我更反感她罢了。 除了如烟, 我现在,还是对任何人,都提不起一点兴趣。 出了那的家门,我就直奔了公司, 坐在电脑面前,翻看着各种文件, 但是,我却一点都看不进去, 心里一直在想如烟可能会去的地方。 突然,我争了一下,如烟还有两个姐姐, 虽然,不是如烟的亲姐姐, 但是,我和如烟在一起的七年里。 两个姐姐对如烟什么样子,我很清楚, 甚至,比我还要在意如烟的感受。 不出意外的话, 她们肯定已经知道我和如烟离婚了, 并且,也只有她们, 才会把如烟保护得好好的, 不让她再来见我。 毕竟,当初我和如烟领证的时候, 被她们知道了,就已经是各种反对。 她们不停地劝如烟, 说,我靠不住,肯定会抛弃她。 但是,还是如烟一再坚持, 一再地相信我不会抛弃她。 不会伤害她, 她们才松口, 把如烟交到了我的手里, 还给我放下狠话。 如果,让她们知道, 我对不起如烟, 那就一辈子都不再让我见到她。 既然,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头绪, 就没有那么烦心了, 抓紧把手头的工作做好。 这样,我才有更多的时间, 去找到她。 中午的时候, 老王递给了我一根烟, 他问我,还在想如烟吗? 我没有回话, 只是点点头, 然后重重地吸了一口烟, 没注意, 把自己呛的眼泪直往下掉。 忽然间, 我想起来了自己第一次抽烟的样子, 和现在,没差多少。 可是, 如烟, 第一次抽烟的时候, 是否也是这个样子? 他那些日子, 白天黑夜流眼泪的时候, 有没有人哄? 王哥看我呛到了, 赶紧掐了自己手上的烟, 扶着我, 给我拍后背, 好让我舒服一点。 我低着头, 朝着王哥挥挥手, 示意他不用管我了, 我没事, 过了好一会, 我才红着脸抬起头, 借过王哥递过来的水。 猛地喝了几口, 才好受了一点。 我说, 抽这么多粘烟, 还能被枪成这样, 也真是的。 王哥一边嘲笑我, 一边又给自己点了一颗, 巴搭巴搭地抽了起来。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 然后擦了擦眼角的泪, 如烟从来不抽烟, 也不喝酒的。 嗨嗨, 得得, 我知道了, 你小子, 早知如此, 何必当初? 王哥听我说的话, 一下子也被呛到了, 可转念一想,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。 早知如此, 何必当初? 我也知道, 我也想。 可是, 百善孝为先。 如果, 我真的执意把如烟留下, 而造成了我妈心脏病犯, 我要怎么面对一家子的人? 纵使, 我再怎么舍不得, 也不能不顾及当初我妈心脏病, 还执意把我生下来。 我爸为了我能上个好一点的学校, 到处去求人。 要知道, 我爸那个人, 可是, 从来没和谁低过头的。 我一直陷入家人和爱人之间, 两难的地步, 不管, 我走向哪一边, 必定会把另一边, 伤得体无完肤。 我不知道, 我到底要怎样, 才能保护好我想要保护的人。 第四章, 他怀孕了。 我一直陷入家人和爱人之间, 两难的地步, 不管, 我走向哪一边, 必定会把另一边, 伤得体无完肤。 直到, 真的该做决定的时候, 看着如烟的样子, 我既舍不得, 又恨自己, 为什么这么窝囊, 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好。 突然间, 我竟不知道, 我到底要不要去找如烟了。 我不知道, 如果我找到她, 该如何面对她。 我说, 我想给她一个家, 她跟我说的话, 却是那么的让我无法反驳。 我也知道, 就算我真的, 和家里的那个女人离婚, 再把如烟娶回去, 我妈, 依旧不会接受她。 我不知道, 也不想知道, 我到底要怎么办了。 自从如烟再次失踪开始, 我又回到了泡巴泡的地步, 虽然我还是有意识, 无意识地注意如烟是否在这些地方, 但是, 结局, 往往不尽人意。 酒精刺激着我的神经, 我的视觉, 我的胃, 我紧乎是每天都在歌厅或者酒吧醒来, 带着一身酒气去上班,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。 终于, 有一天, 我的胃再也忍受不住这样非人的虐待了, 我趴在了的酒桌上, 一口一口的鲜血往外吐。 胃穿孔的痛, 都不及我心里的痛, 纵使我这样虐待自己, 如烟都不愿意来看我一眼, 难道, 他真的失望地, 再也不愿见我了吗? 我躺在病床上, 手上扎着吊瓶, 王哥也拿着病例去公司给我请了半个月的病假, 让我好好地在医院休息。 那个女人, 在知道我住院以后, 马上就跑过来照顾我,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。 我并不领情, 我知道, 这些都是我妈让的。 喂, 那个谁, 你回去吧, 我不需要你照顾, 你在这更碍眼。 说句不好听的, 我和这个女人结婚生活这么久, 我居然都不知道她叫什么, 我从来没有问过, 当然, 我也没必要去问。 那个女人只是皱了下眉头, 然后拿起她的包包就走了。 住在医院的半个月, 我原本以为是自己给自己的惩罚, 却没想到, 居然又是冥冥中注定给我的机会, 我和如烟注定纠缠不清。 那日下午, 王哥和嫂子来看我的时候, 在医院的电梯里, 看见了一个酷似如烟的女人。 只不过, 王哥说, 那女人手里拿着验运棒货钞的单子, 王哥没改认。 当王哥和我说这事的时候, 本来我还打算在床上虚度光阴。 一下子就来了精神, 我问王哥, 王哥, 你确定你没看错? 真的是如烟? 王哥尴尬了一下, 他挠了挠头告诉我, 其实他也不确定, 只是长得特别像。 但是, 毕竟人家是孕妇, 他怕万一弄错了, 害得对方不好意思, 就没有多看。 这时, 我也不管王哥说的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如烟了, 但凡只是长得像也好, 就让我, 再看看她吧。 我慌乱地穿上鞋, 不顾护士和王哥他们的阻拦, 一下子拔掉了手上的书页管, 匆忙地摁了几下, 就朝着王哥说的方向跑了过去, 但是, 我没有在电梯附近找到她, 不过, 王哥说, 那个女人怀孕了, 如果还没出院的话, 我想, 我应该能在妇科找到她吧, 因为, 我实在太想见如烟了, 完全没有注意到手上的针眼在流血, 虽然不多, 但是, 还是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, 我住在十二楼, 妇科在四楼, 而现在, 电梯却停在了八楼, 许久都不上不下, 真不知道八楼那群人在干什么, 我怕如果我再等下去, 会错过了如烟, 索性, 不就是差了几楼吗? 我爬楼梯就好了, 我穿着拖鞋, 顺着十二楼一直往下跑, 可是, 拖鞋实在不跟脚, 跑两步就会滑一下, 我才跑了三层, 几次险些从楼梯上摔下去, 干脆, 我直接把鞋扔下了, 光着脚丫, 直直跑到四楼, 如果, 我这次再错过了机会, 可能, 我们这辈子, 真的就错过了, 一个大男人, 穿着病服, 光着脚丫, 手上还在淌血, 站在妇科门口, 着实有些吸引人的目光, 可是, 我哪顾得上这些, 我环顾四周, 没有看到王哥说的, 长得像如烟的人,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, 有两个女人, 从一个关着门的屋子里出来, 看样子, 是刚跟大夫谈完话, 本来我也要走了, 只不过听见关门声, 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, 也就是这一下, 我看见她了, 如烟跨着她的姐姐, 手里拿着的应该是检查结果, 看她的表情很是纠结, 难道, 她真的怀孕了吗, 我转过去, 一步一步朝着如烟的方向走过去, 大大是他们两个只注意检查结果, 根本就没注意到我走过来了, 我一伸手, 把如烟手里的检查结果拿过来, 看了一眼, 胚胎两周, 第五章别走, 如烟, 怀孕了, 两周, 我的孩子, 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情, 我是真的不敢相信, 我们离婚之后, 如烟居然怀了我的孩子, 这, 是不是我抛弃了如烟, 所以这是给我的惩罚, 难道, 如烟这次也要打掉这个孩子吗, 如烟, 原本如烟的姐姐是打算发火的, 毕竟, 哪有人这么没有礼貌, 去拿别人的检查结果还不打招呼, 但是, 他一抬眼, 看到是我, 火气更大了, 但是爱着这里是医院, 也不好大吵大叫, 只得抢过检查结果, 转身拉着如烟就要走, 如烟没有跟我说话, 他, 压根就没有看我, 但是, 我看见, 一滴一滴眼泪掉在地上, 如烟的姐姐不让我碰如烟, 如烟也一直低着头不愿看我, 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手, 一抬手, 拉住了如烟, 但是, 我根本没注意到, 我手上沾满了流下来的血, 吓坏了如烟, 你手上怎么都是血, 如烟终于, 抬起头看着我, 满脸的泪痕, 慌乱的大叫, 呼吸一声, 这个样子的如烟, 像极了我还在上大学时候的样子, 我现在, 还清楚地记得, 那年, 我大二的时候, 因为竞选学生会, 和别人套近乎, 拼了命地喝酒, 结果把未喝都喂出血了, 大半夜十一点多, 学校那边因为比较偏僻, 还没什么车, 医院也不是特别近, 但是, 如烟因为担心我, 硬生生地把我连杯带拖的, 带到了医院, 如烟那个时候还不到一百斤, 而我, 一百五十多斤, 还比他整整高了一个头, 整个小区的人, 也都没几个熟悉的, 熟悉的, 偏偏还都睡觉了, 如烟不好叫别人, 只好自己背着我, 一步一步, 艰难地走到医院, 我那时候还喝得烂醉, 但也不至于不省人事, 我还记得, 我吐了如烟一身污秽物, 还掺杂着血, 着实不好闻, 他的头发上, 衣服上, 全部都是, 但是, 他只管我到底难不难受, 根本不在意自己, 就像, 他现在的样子, 明明是自己怀孕的是最大, 明明一不小心就会流产, 却还要到处跑, 去求医生护士先来看看我有没有事, 为什么, 分开了这么久, 如烟, 你还是这么傻, 你的一举一动, 还是会牵绊着我的心脏, 这么痛, 护士把我的手, 简单地包扎了一下, 告诉如烟, 只是针口没有愈合才造成的出血, 他这才放下心, 转身, 拉着姐姐就要下楼, 我光着脚, 跟在他们身后, 一言不发, 他们也一语不问, 直到出了门, 我看着如烟的姐姐拉着她要走, 一下子, 没忍住, 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, 姐姐, 我求求你, 别把如烟从我身边带走了, 我再也忍受不了, 没有她的日子了, 我也不知道现在哭哭啼啼的我到底像什么, 医院大厅里来来往往都是人, 也有很多人停下脚步打算看戏, 看我一个大男人出丑, 可是, 我不在乎, 倘若, 没有了如烟, 一个行事走肉般的人, 哪有那么多的说道, 姐姐没想理我, 倒是如烟, 停下了, 她紧紧拽着姐姐, 不想再和她走, 姐姐这才回头, 恶狠狠地看着我, 她问我, 李星, 你现在还有什么理由让如烟留下吗, 难道, 你可以不顾你妈心脏病犯, 直一曲如烟回家, 还是光明正大的, 把你老婆踹出家门, 把如烟接回去, 又或者, 让如烟继续和那七年一样, 和一个第三者一样, 偷偷摸摸地和你在一起, 只为了你的那一句, 你应该孝顺, 李星, 我问你, 如烟遇见你之前什么样, 之后又是什么样, 你说你要孝顺你爸妈, 所以和如烟离婚了, 那你之前带如烟走的时候, 有没有想过如烟也要孝敬奶奶, 至少你爸妈还能活个几十年, 如烟的奶奶呢, 就算她再怎么无理取闹, 再怎么以老卖老, 她还能活几年, 如烟为了你, 为了你所说的爱, 她抛弃了笑, 跟你一走了之, 从此连个家都没有, 你当初答应如烟的家在哪, 你答应给她的幸福又在哪, 当初我有没有和你说过, 如果你对不起如烟, 我会让你一辈子见不到她, 你现在来求我不要带走如烟, 还有意思吗, 姐姐指着我的鼻子, 劈头盖脸地骂我, 而如烟一直在一旁哭, 我知道, 我做过的那些事,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如烟, 可是, 我现在后悔, 真的晚了吗, 别走, 求求你, 我跪在地上, 此刻的我不知道尊严是什么, 第六章我还记得, 我跪在地上, 完全没有给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,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如烟留下, 我知道, 从我们开始到我们结束, 真的是让如烟身边的人对我失望透顶, 可是, 我是真心想要和如烟在一起, 想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, 如果说错, 那就只能说我错生在了这个家, 如果, 我和如烟一样是个普通人, 大概, 我们之间的结局会不一样吧, 姐姐, 姐姐我真的错了, 我求你不要把如烟带走了, 我不能没有如烟, 没有如烟的日子, 我再也过不下去一天了, 我的手狠狠地砸在地面上, 砰的一声, 很是响亮, 也不知是痛还是后悔, 整只手臂都在发抖, 我看见如烟想走向我, 却被姐姐拦住了, 现在, 姐姐一定恨我恨得咬牙切齿, 毕竟, 当初我对如烟做过的那些混蛋事, 如烟全部都在包容我, 把自己伤害得不知道该去哪里舔伤口, 从我还是个混小子的时候, 如烟就一直陪着我, 他陪我过每一个节日, 每一个生日, 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, 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三个月, 他把自己送给了我, 那天下着小雨, 我陪如烟去面试工作, 他来找我的时候, 手里拎着一个蛋糕, 讲真,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, 如烟到底是怎么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, 店老板本来是想让如烟那天就开始上班的, 但是还是告诉他明天再来, 大概, 是想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吧, 如烟那个小导弹, 他挑唆我去宾馆开间中点房, 说外被下雨, 怕我感冒, 也想好好地陪我过个生日, 我居然, 就那么兴亡, 那个时候, 我真的不知道, 这个小淘气的阴谋, 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, 任凭如烟抓着我的手,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,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, 就, 我抱着如烟, 吻他, 仅仅只是身吻, 不敢多做一步动作, 我怕, 如果我给不了他未来, 会让他难过, 如烟哭了, 他的第一次不是我的, 他还打过胎, 他怕我嫌弃他, 他的一切的一切, 我们在一起之前, 他就已经和我说清楚了, 我是真的爱他, 怎么可能会嫌弃他,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, 如烟笑着说我笨, 但是他最后的表情, 好像, 很心痛, 我的第一个女人是如烟, 而我也只有一个女人, 如烟, 我抱着如烟, 和他发誓, 我会对他好, 从那以后, 我和如烟的关系突飞猛进, 他的整个心思都在我的身上, 他还为了我, 不惜和家人闹翻, 他把他赚到的每一分钱, 都花在了我的身上, 可如今, 我们之间, 到底怎么了, 是我真的变心了, 还是如烟变了, 原本清朗的天空, 忽然乌云密布, 轰隆隆一声响亮的雷声, 把我带回了现实, 不知怎么的, 似乎条件反射般的, 我从地上爬了起来, 一把把如烟拉到了怀里, 捂着他的耳朵, 还没等如烟反应过来, 就已经在我的怀里, 他刚想叫, 却安静了下来, 你, 还记得我怕打雷是吗? 如烟抬起头看着我, 一个字一个字颤抖地问我,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, 到底是该告诉他我一直记得, 还是, 已经成了习惯, 改不掉了, 第七章留下吧, 我好想如烟, 好想就这么抱着他, 一直一直抱着他, 真希望, 这场雨, 这场雷就一直一直这样下去, 我可以不回答他, 也可以不松开他, 青年, 有些事情已经成了习惯, 改不掉了, 我也不知道, 我到底是记得, 还是不记得如烟没再问我, 也没有挣扎, 姐姐也没有说什么, 姐姐只是拉了拉我, 问我我的病房在哪, 然后拉着我们一起回了我的病房, 而我, 一直紧紧地牵着如烟, 生怕他再次跑掉, 王哥和他媳妇一直在病房里等着我, 他们不敢去找我, 他们怕, 如果他们再去了, 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 毕竟, 现在如烟是孕妇, 而他肚子里的孩子, 也还不知道是谁的, 王哥看见如烟跟我一起回来了, 他捅了我一下, 在我耳边轻轻问了我一句, 如烟肚子里的孩子, 是谁的, 我皱着眉头看了一眼, 拉着如烟就躺到了床上, 当然, 病床, 只能躺一个病人, 我往里缩了一下, 让出来一块好大的地方, 拉着如烟坐在了我的身边, 我也不知道, 如烟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, 可能是, 也可能不是, 是我的, 我就要, 不是我的, 我也要, 只要如烟能留在我的身边, 比什么都强, 我伸出手, 摸着如烟的肚子, 我知道这个小家伙已经两周多了, 我和如烟之间, 本可以早就有一个已经可以蹦蹦跳跳的孩子了, 可是, 如烟这个笨蛋, 竟然为了我的学业, 和前途, 自己跑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, 而我知道的时候, 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, 对所有人, 我都可以不闻不问, 唯独他不行, 他为我付出的太多了, 而我, 如烟, 这个孩子, 留下把我摸着如烟的肚子, 思量了很久, 最终, 还是说出来了, 如烟似乎听见我这么说, 愣了一下, 姐姐也有些吃惊, 毕竟, 谁都没告诉我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, 我现在就说把孩子留下来, 是不是不给自己留后路, 又或者, 拿孩子要挟如烟留在我的身边, 我也不知道, 我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, 是和如烟在一起的七年亏欠他太多, 还是家里那个所谓的老婆, 实在是让我恶心的想吐, 又或者, 我真的想要一个孩子了, 我, 和如烟的孩子, 李欣, 我们已经离婚了, 我肚子里的孩子, 留不留下是我的事, 你不用操心这个事情, 我不会拿孩子作为威胁来逼你娶我, 或者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突然间, 如烟的一戏话宛如一把把力刀插在我的心间, 我一时间, 居然连句反驳的话都没办法说出来, 可是, 如果按照孩子的受孕时间算, 好像也是我们离婚后, 如烟才怀的孩子, 难道是那晚, 或者, 上次在酒吧里看到的, 如烟身边的那个男人的, 脑子里一闪而过这个想法的时候, 我就给否决了, 拼了命的摇头, 我的如烟才不会为了忘掉我, 去和别的男人做那种事, 但是, 如果真的是按时间算的话, 如果不是那一晚, 这个孩子的爸爸, 真的, 就只有那个男人才有可能了, 可是我不相信, 我不信我的如烟会爱上别人, 甚至会不惜为了和他在一起, 一点保护措施都不做, 就那么把自己给他睡, 如烟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复杂, 似乎他能读出我心里的想法, 他这次又想逃, 不过, 我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如烟的小心思, 哪次他做错了事, 都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逃走, 不想留下一点责任, 但是, 这次不可以, 这个孩子, 不管是不是我的, 我都一定要把他留下来, 我知道, 这是我留下如烟的最后的筹码了, 我一把抓住如烟的手腕, 问他, 你还想跑吗, 还想逃避问题吗, 别再用我们离婚了的字眼来刺激我, 就算离婚了,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, 你也没有权利在自己一个人决定我们孩子的生死, 就算你真的那么想离开我, 那么想和我撇清关系, 那好, 你把这个孩子给我好好地生下来, 就当你补偿我上一个孩子了, 之后, 你的去留, 我都不再过问, 别想再反驳我说孩子不是我的, 就算你想反驳, 也等你把孩子生下来以后, 我们做亲子鉴定, 到时候, 不管是不是我的, 我都要这个孩子, 而你, 必须乖乖地在我的身边, 把我的孩子给我生下来, 否则, 你这辈子都还不清你欠我和孩子的债, 第八章, 这可能是最后一个, 林如烟, 你想好了, 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孩子, 如烟半上不说话,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, 如果按时间和次数算一算, 七年, 如烟从开始为了不耽误我学习, 到我伤了他的心, 感情出轨, 再到我大学毕业的关键时期, 他已经流产了三次了, 一个女人, 一旦流产了三次, 就意味着以后很难再受孕了, 就算受孕, 孩子流产的几率也会增加好几倍, 这个孩子, 可能, 真的是我们最后一个孩子了, 我不相信, 如烟会这么狠心的, 连他自己日日思念, 朝思暮想的想要一个小家伙, 在自己怀里将妈妈的愿望都打碎了, 可是, 事实, 似乎就是这么的打脸, 如烟, 他又要逃避了, 李欣,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, 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干什么, 让他永远成为一个别人口中的第三者的孩子吗, 还是你打算和你老婆以领养的名义, 让我永远看不见我的孩子, 如烟皱着眉头, 一点一点把我的手从他的腰上抽开, 仿佛和他多接触一点都会令他恶心一般, 他站起身, 拿起包包, 拉着姐姐就要走, 不过, 却被王哥拦住了, 王哥知道我想见如烟想的有多么令人心疼, 我对如烟的悔恨甚至大过了自己坚守了这么多年的笑, 如果, 再给我一次机会, 如果有一天我妈和如烟同时掉进水里, 我会先把我妈就上岸, 然后拉着如烟的手, 游得回去就一起生, 回不去就一起死, 如果, 侥幸有人把我们救活了, 我就再也不会在如烟和母亲中间徘徊, 难以决断, 等到那个时候, 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, 该进的孝心我们都会进, 母亲我可以舍命换, 但是如烟我绝对不会再让他孤独一个人, 说起来, 如烟现在的样子, 像极了我达尔那段时间出轨后的样子, 说白了, 我只是精神出轨了而已, 根本不明白, 我又没碰过那个女人, 如烟为什么要那么歇斯底里, 而且, 那段时间, 我也真的是想自己一个人在学校里待着, 好好看看我该看的书, 最多买张机票, 飞到那个女人那里, 陪她吃个饭, 看个电影, 开个房, 对于一个男人, 这些事情应该不过分, 我那段时间告诉如烟, 我想分手了, 等我毕业了, 入职了, 什么都有了以后, 我再去把她追回来, 那个时候, 那个女人, 只是我无聊玩玩而已, 我给她花钱, 给她转钱, 给她的什么520, 什么1314, 都是在我心烦的时候打发时间的东西, 那个时候的我, 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那个网络上的贱女人, 尤其是在如烟揭开了我们关系, 说她怀了我的孩子的时候, 我也没意识到, 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真烦, 明明已经都要分手了, 为什么还要纠缠我, 打扰我的生活, 非要我把现在的生活搅得残破不堪, 那个时候的我, 就像一个畜生一样的想要甩开如烟, 因为, 她那个时候, 是阻碍了我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唯一障碍物, 只要没有她, 那我就可以和我最爱的女人在一起了, 我甚至不惜欺骗那的女人, 告诉她, 如烟只是我前女友, 不甘心和我分手, 非要把我和她拆散才会高兴一点, 如烟嘴里所谓的怀孕了, 也只是挽回我的一个计谋罢了, 我一边哄着她, 一边让如烟滚, 把她的手机号拉黑, 不回她的消息, 直到我们合作的人给我打电话说, 如烟刚刚要自杀被她拦了下来以后, 我的魂才回来了一点点, 我才意识到, 我是不是有些过了, 我真的那么爱那个女人吗, 胜过爱如烟, 那个时候, 我记得很清楚, 我真的迷茫了, 原本想要狠狠地把如烟推走, 让她远离我, 然后去找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的那个女人, 可是, 可是, 可能在那个时候开始, 我们之间的关系, 已经开始有了无法跨越的隔阂, 那个时候的如烟, 已经怀孕了三个月了, 她为了我, 整整哭了一个月, 喝了一个月的酒, 抽了一个月的烟, 淋了一个月的冷水澡, 在我们租的小房子里, 活得不成人样, 当我再次看到她的时候, 原本胖乎乎婴儿肥的小脸, 已经瘦出了肩下巴, 白皙的脸此刻也挂上了厚厚的黑眼圈,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, 我推开门, 如烟浑身湿透地往下滴着水, 手里抱着垃圾桶, 吐得眼泪, 鼻涕都流出来的样子, 第九章迷茫, 我的心脏, 那一瞬间, 收紧了一下, 仿佛有着什么东西, 捏着我不能呼吸, 孕妇不可以哭, 不可以生气, 不可以缺乏营养, 不可以淋冷水走, 不可以喝酒, 不可以抽烟, 为什么我不记得, 如烟就不会为了自己记得, 为了她肚子里的宝宝, 记得一点要对自己好, 这样的她, 我怎么忍心抛下她去找另一个人, 我怎么可能会把对她那么深沉的爱和习惯, 再埋在心里, 本来我是不想再走进这个屋子的, 因为我知道, 我学校开学, 如烟肯定会回来, 而且, 那一个月, 我每天都不见如烟, 她也不来找我, 我就已经猜到了, 她已经回来了, 但是, 合作的那对情侣, 那天晚上告诉我, 如烟灌了自己一瓶白酒, 然后拿了一把水果刀回了屋子, 被他们给抢下来了, 他们说, 刀子被抢下来的时候, 正好抵在她的胸口, 如果晚了一秒, 我这辈子, 就再也见不到如烟了, 我问他们两个原因的时候, 那个女的告诉我说, 她只看见了如烟和我的聊天记录上, 我发给她的那个醒目的滚, 她说, 她从没有看见过一个女孩子, 会连自己都不爱牺牲这个样子, 我从没和如烟说过任何一句狠话, 那天的那个滚, 完全的因为如烟找到了我当时特别迷恋的女人, 如烟告诉她, 如烟才是我的女朋友, 而且她肚子里现在还有我的孩子,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 我当时就控制不住了我自己的情绪, 那个女人叫韩梦如, 她那天晚上收到这个消息之后, 立马就截图给我看了, 问我, 如烟是谁,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, 我想都没想就否决了, 那是我第一次, 这么尽心尽力地去哄一个女人, 我第一次把我最好的脾气给了这个女人, 我对如烟从来都是不高兴了就对着她发脾气, 要不就把她丢下, 自己一个人走掉, 可能, 我做过的最过分的一次, 是, 认识韩梦如的前几天, 虽然已经下定决心了要和如烟分手, 但是, 还是和她在一起旅游, 拿着只够一个人玩的钱, 却要安排好两个人, 而那天晚上, 如烟为了给我省下两百块钱, 想要给我多买点好吃的, 订了一个特别小又有些偏僻的酒店, 我们两个人生地不熟的, 又被黑车的老大爷扔在了半路上, 如烟还是一个鹿痴, 我陪着她, 走了一个小时, 真的是沉不住气了, 把行李箱一把扔在了地上, 还她妈能不能找到地方了, 别她妈去了, 我直接买票回家了说完, 我拎着箱子就走了, 真的, 就把她一个人扔在了黑漆漆的大道上, 附近, 连几个明亮的路灯都没有, 如烟, 还有夜盲症, 尽管我后悔了, 但是挨着面子, 我没有回去找她, 在几百米处的一个公交车牌下, 坐在了行李箱上, 一个人抽着烟, 我等了她十分钟, 十五分钟, 二十分钟, 始终都没有看她走过来找我, 而我也没有去找她, 直到半个小时后, 我才看见一个哭红了脸的小东西, 一点一点摸索着走过来, 站在我身旁五米开外, 不敢过来, 如烟怕我, 也爱我, 她在我生气的时候, 只敢离我远远的, 但是又不能看不见我,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夜盲症, 看不清路, 又或者是看不清我, 才来得这么慢, 我只知道, 我这次又伤到她了, 下过雨的北京, 有点冷, 如烟只带来了两条清凉的裙子, 她那个时候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, 还有一点轻微的心脏病, 但是, 还是陪着我玩遍了四个过山车, 激流涌进, 百度角超过九十度的大摆锤, 挑楼机, 所有我想玩的, 所有刺激的东西, 她都陪我玩了, 我看见她嘴角微微贩子, 她都只是和我摆摆手, 说没关系, 只是宝宝折腾她罢了, 我她妈, 真不是东西, 为什么当初明明可以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, 和一个愿意把她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的女人都抛弃, 让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 一个没有温度的家, 一个只是为了父母之命和我结婚的妻子, 一个只知道嘴上说着为我好的母亲, 和一个什么都不说, 却只会给我施加压力的父亲, 如果我是如烟, 看着我曾经做过的这些事, 大概, 我也会像现在的如烟一样, 甩开我, 大步走, 离开我, 她可以走到潇洒, 活得漂亮, 可是, 我为什么, 还要一直紧抓着她不放, 我, 如烟停顿了一下, 我有看出来, 如烟似乎又动摇了, 但是, 姐姐并不是那么好说话了, 姐姐一把拽过如烟, 转过头, 咬牙切齿地告诉我, 李星, 我告诉你, 别人不知道如烟对你做过什么, 付出过什么, 我知道, 只要我在一天, 我就不可能会再让如烟跳进你家那个火坑, 对, 这个孩子是你的, 本来我也是打算劝如烟留下的, 但是, 我知道, 你爸妈等着抱孙子, 你也很想要这个孩子, 所以, 我偏偏不让如烟把这个孽种留下, 一旦她留下了这个孩子, 你们之间的孽缘你感觉还会断, 李星, 你们领证的时候我说过什么, 你还记得吧我看着姐姐, 点点头, 我确实记得, 如果我让如烟受委屈, 她就这辈子让我见不到她了我们如烟, 为了你, 又是自杀, 又是和家里断绝关系, 还把一个一个朋友都断了, 如果她现在没有我这个姐姐, 你告诉我, 你们家把她踹出去, 你让她去哪儿, 你是人骂李星, 姐姐一边说一边哭, 她丝毫不在一病房里有其他的病人, 也对, 反正丢脸的也是我, 只是, 我看见如烟流眼泪, 就觉得自己的心脏像是在被人挖出去一样的痛, 姐姐发泄过了, 她把她该说的也都说了, 拉着如烟就离开了, 这一次, 我没有去追, 我也不敢去追了, 如烟肚子里的孩子, 是我的, 我真的不敢相信, 如烟居然怀了我的孩子, 七年了, 我等了这个孩子太久了, 可是, 终归, 这个孩子, 不属于我, 王哥和嫂子看着如烟和姐姐走远了, 才坐到我的身边, 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 怎么我和如烟之间的事情, 会让一个局外人都这么歇斯底里, 星子, 你和如烟之间, 到底发生了什么, 怎么一个局外人也这么激动, 嫂子拿起一个枕头放在我的后面, 好让我靠得舒服一点, 我不知道, 我到底应不应该瞒着王哥, 跟他老婆, 但是, 我怕我说了, 他们也会和姐姐一样, 让我不要再去伤害如烟了, 都说女人心系, 果不其然, 王嫂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的顾虑, 她问我, 星子, 是不是不方便说, 怕我们也会阻止你再去找如烟那个丫头, 我看着嫂子, 点了点头, 确实, 除了我父母以外, 所有人听了我做过的事, 都会骂我是禽兽, 畜生, 不值得如烟对我那么好, 可是, 如烟那的小傻瓜, 就是不舍得放下我, 不然, 她现在也不会如此凄惨, 王哥, 嫂子, 我告诉你们我和如烟之间, 到底发生过什么, 不过, 你们也要帮我, 把如烟追回来, 这一次, 我发誓,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去伤害如烟了, 我再也不会让她为我流眼泪了, 好, 星子, 你哥和嫂子都相信你,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, 嫂子想知道, 也就是为了给你出出主意, 怎么把丫头追回来, 你整天这么买醉可不行了, 再把你大哥酒饮勾上来, 那可是够我受得了, 嫂子一边跟我打哈哈, 一边给我削苹果, 看得王哥是醋一直发, 他们, 真幸福, 嗨嗨, 行了行了, 星子, 你赶紧说吧, 王哥一把抢过还没削好的苹果一边催我, 看得嫂子是哈哈大笑, 我跟如烟是七年前认识的, 我在网络上偶遇她, 她很可爱, 也很高了, 很长一段时间, 都是我在没日没夜的烦她, 她才会理我一下, 终于有一天, 我们, 见面了, 我现在都还记得, 那个时候的她, 第十一章我们的相识, 如烟瘦瘦高高的, 梳着马尾, 身边站着一个人, 就是刚刚的姐姐, 我比如烟高了整整一头, 虽然照片和本人不是很像, 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她了, 我很开心, 终于见到她了, 感情这种东西, 只要轻轻地一触碰, 就会像水波一样, 一层一层逐渐变大, 那一阵, 我很用心地去呵护她, 直到如烟第一次陪我过生日那天之后, 我就开始, 一点一点地, 不在意她了, 都说男人这种东西, 得到了, 就不在乎了, 我一直都不相信, 不过, 确实是这样, 那天, 如烟完全是我的了, 她躺在我的怀里, 睡得很沉很沉, 时不时还会紧紧地抱我一下, 换成现在, 我一定会抱紧她, 因为现在我知道, 她会做噩梦, 我曾答应如烟, 第一年的寒假就带她回家, 可是, 我食言了, 因为, 我妈妈不喜欢她, 妈妈她知道, 我和如烟睡过了, 我不能忤逆她, 我又答应如烟, 明年, 我一定带你回家, 可是, 我又食言了, 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, 如烟, 已经怀孕了, 她那个时候, 肯定是想给我一个惊喜, 因为我和她说过, 我想要一个宝宝, 这样, 如烟就不会离开我了, 她肯定以为, 我妈妈也会喜欢这个孩子, 只要我带她回家了, 她就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, 谁知道, 我妈妈却用我还小这句话, 又把这件事, 敷衍了过去, 那个时候, 如烟的表情, 我记得很清楚, 她虽然是在笑, 也是在强颜欢笑, 我们第一个宝宝, 不到两个月大, 就被如烟判了死刑, 如烟去了一家黑诊所, 买了两盒药, 在家里偷偷地吃, 我一连三天, 看见如烟都是脸色刷白, 一直都捂着肚子, 后来, 我才知道, 如烟是吃了堕胎药, 之后, 我们都很小心, 小心翼翼地在一起, 我怕如烟那个傻子, 在为了什么我的前途, 去伤害自己, 渐渐地, 我对如烟也没有那么上心了, 腻了, 我开始不理她, 电话不接, 短信不回, 偶尔烦得紧了, 我会破口大骂, 你烦不烦啊, 我要考试了, 从那以后, 如烟就开始小心翼翼地, 每天只说几句话, 上课去了吗, 吃饭了吗, 冷不冷, 该睡觉了, 这种微尿的关系,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, 那段时间, 就是我第一次出轨的时候, 我迷恋上了另一个女人, 她比如烟漂亮, 比如烟成熟, 那就是我喜欢的, 我不管她是做什么职业的, 哪怕是一只鸡, 我也爱她, 我开始不顾一切地去寻找她, 用我要学习为借口, 逼着如烟跟我分手, 不分手我就不好好学习了, 没错, 如烟妥协了, 我们分手了半个月, 我不知道那半个月, 她是怎么过的, 朋友告诉我, 她在泡了整整半个月, 一天两三香的酒灌自己, 喝了吐, 吐了喝, 醉了睡, 醒来接着把自己灌醉, 我以为我不会在意, 但是, 我还是放不下, 买了张火车票, 连夜赶回来, 在朋友说的地方, 找到了她, 我找到如烟的时候, 她正坐在地上喝酒, 鞋子都没穿, 头发更是乱糟糟的, 但是, 她却一直在哭, 根本就没发现有人进来了, 她也根本不会相信我来了, 我站在门口,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 我很心疼, 走到如烟的身边, 伸手抱她, 谁料, 如烟反手就是一巴掌, 滚, 别碰我, 我不认识你, 她这一巴掌很用力, 打得我的脸都很痛, 但是, 我却并不生气, 我紧紧地抱着她, 任凭她打我骂我, 我都很高兴, 我抱着如烟, 摸着她的小脑袋, 轻声地安慰她, 乖, 不哭了不哭了, 我错了, 小媳妇乖, 老公再也不下你了, 不哭了不哭了, 我们回家好不好, 如烟听到我的声音, 似乎有些不可置信, 但是, 她还是拼了命地在挣扎, 她折腾了好久好久, 好不容易等她没力气了, 我才能把她抱在怀里, 那一次和好后, 我没再联系那个女人, 直到现在, 后面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, 我知道我没脸在要求如烟跟我在一起, 我也没资格, 毕竟家里还有个名义上的老婆, 可是我现在的心就是在她那, 我只想跟她在一起, 我也知道这对家里的那个人不公平, 可是我又不敢反抗母亲离婚, 我一边懦弱一边又不想放手, 好像就在那一瞬间, 我突然想通了, 跟母亲摊牌, 果断离婚, 找回如烟, 做个真正男人该做的, 全文完, 有事实心有好 不知道, 以后, 嬉�口,